画着很多动物 他们讲还有巫师 巫师常常要借着某一种动物飞升 比如说他跟上天 或者跟祖先对话 叫成龙 成龙快婿 我们就说龙 你看中国古代的画里边 远古的画里边 还有那种一个人架着一个龙 你像屈原处词里也在说 就说六龙的飞车 载着我上天 所以说真龙天子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皇帝是龙 而是说龙是皇帝的交通工具 可能在某些地方是这么实用 有人想说龙连大怒 当然说的就是皇帝 不是说他交通工具怒 你交通工具怒谁怕你 所以他们说你不能拿汽车 当成说我们汽车的船员 这个是比较后来的 我们最早看到龙这个字 就是说在现在现存的文件里面 这是《易经》里面的第一卦 前卦 那么他就前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他说六龙 六条龙 玉天 玉就是驾驶 对对对 那么六龙玉天 那么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太阳 在一天的一半的时间里面 六个时辰里面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对 那么他在天上走过的那条轨迹 叫做黄道 黄道 他说的就这件事情 那么龙真正的意思是太阳 就是在易经上面 那么如果再比易经更早 我就不知道了 从易经开始以后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黄石专用 这个关于龙这一类的事 别也不能就是过于较真 过于较真 您说是交通工具 他说是玉天 那就是是天的交通工具 不是不是皇帝的交通工具 对 而这个什么龙心大悦 龙岩大怒呢 那就是又是皇帝本身 他本身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 是 类似这种过于较劲呢 也还有人就说是 中国人不要老拿龙自居了 龙这形象很不好 西方人 我在文化部的时候 那个一个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 还很认真的 而且是好意的 向我建议 说你们不要宣传龙了 宣传龙给人印象不好 你们中国人干脆拿熊猫当自个儿铺腾算了 那挺可爱的 那挺可爱的 但是那也没法接受 我们变成不是龙的传人 变成熊猫传人了 这不是逗恶 最近还有一个教授 说中华民族是羊的传人 因为他说这个古文字里边 你说真善美 羊大为美 善也是羊 就是说这个民族 很远古的时候 他最尊崇的这些价值 都是羊 所以说羊的传人 这我也不敢 不敢说对 也不敢说不对 但不管怎么说 你是教龙运 你得感谢龙 要没龙能这么火吗 龙的传人 但是其实更好 是不火起不更好吗 不火的话更好了 这学问也有深了 这境界更多 没错这是过来人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一本不破旧的教材 一间不乐风雨的教室 为了这些孩子 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很多 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来 咱老说这个什么龙啊 龙啊 这是说到这个要过年了 这中华民族啊 要过年了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你们俩有共同点 就是啊 呃 王老师 特别想聊聊春晚 我发现你对春晚 有个特别的兴趣 去年你也是说 想谈谈春晚 今年呢 春晚也传来一些新闻 啊 就是比如说 咱过去没想到的 说郭德纲 有可能要上春晚了 等等 甚至还有人说 莫言要上春晚 给大家拜年 当然这个 莫言已经辟谣了啊 说香烟 我也没有代言 就是 呃 而你呢 真的是上过春晚的 嗯 我上过 这刚才就讲龙的传言 在春晚上畅响 上过上过 呃 所以您到底是想说什么 我想 我想听听 这个侯先生 您的回忆 您在这 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吗 您上春晚 我我说 我我自己参加演出那一次好了 嗯 那么1988年的龙年 那么呃 我去唱龙的传言 你看还真是龙年啊 哦 那么我就很紧张 呃 首先就是说 我说我自己该怎么唱 呃 那么那个时候呢 呃 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 大家呃 排了又排排了又排 那么很多领导来呃 看节目 那么呃 之后有一些改 又又改动了有一些 那么就有些节目呃 可能被拿掉了 或有些节目就增加了 那么最紧张最紧张的就是 每个人的词 每个人的排词 都是一定要呃 事先呃 呃 有本质的 那唯独呢 结果那天那个主持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呃 离春节晚会要 开演前的倒数第二次排练 就再下一次就是演出了 他突然问我一句话 就我在唱歌的时候 要唱歌的时候 他说 哎 我说这样我问你啊 这个十二生肖里面 今天是龙年 你说中国人对龙这 为什么有特别的感情啊 啊 这么喜欢龙 当时他一一问 我想说 哦 可能这样呗 十二生肖 有十一个生肖 都是上帝造的 嗯 就我有那龙 不是上帝造的 是咱中国人自己造的呗 啊 那么啊 这一段话呢 就是唯一的是 我自己把它加进去 然后后来呃 可能是上面通过了啊 所以就第二次就是真正演出的时候也让他问也让你说了啊 也就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说你那个时候压力大是我跟你说在中国的舆论评价起来你那个时候的春晚啊 还是我们回忆很温馨的 叫联欢 嗯 现在你要去 那压力你就压力山大了 就是现在 我见过一个地方台的女主持人 前几年春晚有一个 就是说啊 每个地方台出一个主持人 抖开一个对联 就念这么一个灯迷 就一句话 然后这个地方台这女主人就说啊 说这一句话 我在北京我们练了二十天 她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 我为什么对春晚有一点兴趣 嗯 第一啊 我已经多少年了 这个全家看春晚 年年不朗 年年不朗 因为我没有别的更好的活动 是不是啊 你说我这个年龄 我不可能说带着孩子孙子一块去跳 去跳舞 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家境都一样 愿意在家的待着 对 另外呢 我的呢 这个子女啊 加上孙子辈的人气也挺旺盛 那还有点幸福感 对 又又又吃喝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前有个六七年吧 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艺术学院的一个院长 他非常诚恳的给我提一个意见 他说原来啊 他们很喜欢看春晚呢 就因为春晚里头 他表达了中国人的很多心情 比如说最早那几年春晚的 八十年代初期 还都有对四人帮的批判 有这个对这个 奸商 像那个那个什么赵立荣 赵远 那个 那个 龚汉林 对 演那个说是拿着什么 这个 他怎么那么脆 是怎么那么脆 他都是大萝卑 他有对奸商的批判 宇宙门相言 对 宇宙门相言 说现在看你们这个春晚呢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搞笑 除了搞笑没有别的内容了 但是没有那么好笑 是啊 这个 这是 还有我个人 我想借着机会说一个什么意见呢 就是时间长了 像全国就是这个 都看着一场晚会 对他又满意的不得了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不要这个 播完了春晚以后 然后就是本台 自个就说 怎么受欢迎的 怎么受欢迎的 对对对 咱们你哪怕 比如说你 你用十分之九的时间 说 说是 这个 受到热烈称赞 爱不释手 爱不释目 始终我明天还想看 最后说一句 也有些观众 对这个语言节目 或者对这个 这个歌唱节目 还有些不满足的地方 希望下次增加 比如说民族演唱 你说这么一句 我显得也大方一点 我就是说这么一句话 我以上就都说完了 我对春晚的关注 到此也就结果了 我还觉得 有些时候你知道 这个 今天这个社会啊 没有让人全说好啊 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你知道 有的时候啊 作为一个宣传单位啊 会有一种心理 对 有一种心理啊 他们呢 怎么来判断这个形式呢 就是说 哎 年年都说我不好 但是年年还都那么多人看 收视率调查回来 百分之八十 你们都在看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好 说明我们就得说好 这精神一到 无事不成 我们就这么说 很多时候舆论呢 也不见得是在你们嘴里 也可能是在我们这 只要我们说好 我们坚定的说好 那么最后是不是这事 真的就能好回来 你刚才说这也很有意思 其实会宣传的呀 不宣传他好 宣传他比那个 比坏好 比坏好 这就是 我认为这个丘吉尔 最掌握这个 丘吉尔说 说我到处宣传民主 你们不要以为 我认为民主有多好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民主很糟糕 找一大堆麻烦 但是没有民主更坏 你说他多会说话 这个人他才会琢磨 他春晚也可以这么聊 他可以说 我们这个春晚有很多缺点 大家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呢 你想想没有呢 如果没有这个春晚 我们的这个春节 我们的这个除夕 将要丧失多少乐趣 你本身还提供了 家庭团聚的乐趣 还提供了什么 像像各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南极的呀 北极的都来问候 他很有气氛 会聊是会聊 很关键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設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設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設订阅